我奉丞相之命前来诛杀族下 以报天下人 慢 此情此景 朕 感慨万千 我要殷尸一手 算了 朕没想到 此时此刻 真连一首诗都认不出来 没错 这位死到临头还令人啼笑皆非的人 是我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位皇帝 古代皇帝那是至尊般的存在 天下万物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得不到的 可谓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风光八面 就连死后也同样是风光无限 或以帝王之礼厚葬 这也是封建帝王享有的特权 无可厚非 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史中 也有个别皇帝 驾崩后以百姓的礼节下葬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 历史上首位以百姓礼节下葬的皇帝 秦二是胡亥 胡亥有秦始皇这个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爹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大秦帝国 无论是农业还是军事上都空前的强大 但胡亥上位后秦国奋斗长达五百六十年所打下的雄伟江山 仅仅三年便被其挥霍一空 胡亥本就是一个不学无数的浪荡少年 生在帝王之家 但他身上根本没有皇家的风范 活脱脱的一个公子哥 只会吃喝玩乐 一次秦始皇摆下宴席宴请群臣 胡亥吃饱喝足后就跑了出去 在门口发现大臣们的鞋子整整齐齐地摆在台下 于是便故意将大臣们的鞋子搞乱 净显小孩子心性 使不得 使不得 别闹 可以说胡亥自幼在皇宫长大 秦始皇对他只有溺爱 并没有刻意培养他 这使得胡亥就像一张白纸般干净 他和帝位本应永远无缘 可是历史偏偏赐给他了一个做皇帝的机会 而成就胡亥皇帝梦的人便是太监赵高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峰于沙丘 在赵高李斯的帮助下 胡亥逼死长兄扶苏 从而当上了秦朝的二世皇帝 因此胡亥对赵高的这份恩情铭记于心 对他宠信有加 言听计从 这也给日后大秦的负面埋下了祸根 胡亥继位后也曾尝试过有所作为 甚至效仿秦始皇采取了一些措施 可惜邯郸学部得其行不得其神 最后反而弄巧成拙 胡亥到底干了什么 从而一步步将大秦帝国挥霍殆尽 禅使官总结出以下四点 一 残害宗亲自断毕绑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 废除了奔奉制 采用了俊献制 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可以说权力的核心都在皇帝手中 其他的皇子手中并无实权 所以面对胡亥的屠刀毫无反抗之力 胡亥杀兄弟姐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是自治各个方面都不如其他皇子 怕他们对自己的皇位产生威胁 所以便痛下杀手 而是因得位不正导致内心不安 日日夜夜都怕事情败露 丢掉皇位 所以便对皇室成员展开了残害和屠杀 三 是因为受赵高的唆使 胡亥是赵高一手扶持上位的 如果胡亥下台 那他赵高的地位也将不复存在 为了避免后患 赵高就唆使胡亥杀掉其他皇室成员 这样就只剩胡亥的时候 赵高才可以高枕无忧地控制他 而胡亥残害皇室成员的行为 无疑是自断毕绑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大秦皇室人才凋零 没有人能够在朝廷内外对皇帝提供支持 也不能对图谋不轨的人造成威慑 皇帝胡亥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二 刑法严苛 人人自危 自从商鞅变法之后 秦国法令严苛 只留下军功作为人才上升通道 事实证明 军功制在战国时期 诸侯纷乱的年代非常有效 那个时候各国战乱不断 有战争就有军功 有军功就能上升 极大的调动了秦军将士的积极性 所以秦军在战场上各个旱不畏死 但在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 除了边疆偶尔的摩擦 国内已经没有战争让人立功 因此断绝了很多人的上升通道 军功制自然而然就行不通了 但秦国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奖励没了严惩却还在 这本就令天下百姓心生不满 好在生活还过得去 但胡亥上位后大秦律法欲趋严格 在赵高的怂恿下 胡亥继续严行俊法推行连坐 重点打击宗氏和群臣 导致朝廷上下人人自危 敢于戒严的忠臣全部被屠杀殆尽 剩下的全是阿谀奉承之辈 自然不会再全心为秦国谋划 胡亥为贪图享乐 增加赋税 广征劳役 修建阿坊工 立山岭木 并且律法更加严苛 劳役如果未能如期到达 不问缘由 同行一批所有人接展 并且下达给各地的姚役名额俱增 如到达后人数不够 展 因要求名额太多 很多地方的所有男子都得去服役 这样一来 家中就没有了劳动力 没有劳动力 来年庄稼收成就不会理想 没有收成 面对高额的赋税 自然交不上 交不上怎么办 还是问罪 这让本就负担沉重的百姓 更是苦不堪言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陈胜吴广本是服劳役的一员 胡亥的所作所为不仅彻底失去了天下的民心 更是将天下百姓逼迫到爆发 三、奸臣当道耳聋目瞎 胡亥的心理极度不成熟 对赵高充满依赖 几乎是言听计从 赵高虽是个阉人 但他心思缜密 富有变才 通过俄语奉承 获得了胡亥的信任 但这份信任并没有换来赵高的忠心 反而激起了赵高的无限野心 赵高利用胡亥的宠信在朝中大肆打击一击 导致朝堂一片混乱 胡亥非但没有制止这一行为 反而对其做法拍手叫好 甚至还发生了指鹿为马的可笑之举 赵高的善权引起了很多人不满 其中李斯是代表人物 李斯意识到赵高向上蒙蔽胡亥 向下欺凌群臣的行为 已经危害到了秦国的长治久安 便上书揭露赵高的恶行 但没想到全被赵高挡了下来 李斯的奏章根本就到不了胡亥跟前 所以李斯便想尽办法只为见胡亥一面 没想到落入了赵高设下的陷阱 朝廷之上李斯声泪俱下 极力劝阻胡亥 但没想到胡亥非但不听 反而转手就将李斯卖给了赵高 对赵高扣上了一个谋反的罪名 郎当入狱 在严刑逼供之下 李斯无可奈何 只能承认 最终被判妖斩 一灭三族 天下纷乱 赵高专权 胡亥却选择不看不听 如此耳聋目瞎 秦国陷入混乱 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 无视反叛 毫不重视 胡亥尚未九个月后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 因为郡县制的缘故 面对起义大潮 首当其冲的 就是各郡守县令 如果在起义初期 秦朝能够迅速做出应对 给各郡县一些支持 不排除有迅速压制反叛的可能 但胡亥什么都没做 听从赵高的谗言 天真的认为 只是小谷流寇 不足为虑 一名士兵在前线拼死突出重围 向胡亥禀报军情 但胡亥非但没有重视起来 还认为是威严耸听 下令将其处死 因此错失了 压制反叛的最好时机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导致起义队伍声势越来越大 全国各地也都纷纷举起了一旗 加入法寝的洪流 后来周温大军一路视如破竹 直逼咸阳 不害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随后便派出了张寒 张寒自出寒谷官 大破各路异军 让众诸侯闻风丧胆 胡亥得知前线的捷报后 又开始得意忘形 再次忘记了危机 重新享乐起来 而没能持续的 向张寒提供必要的支持 可以说此时的秦朝 覆灭已成定局 内忧外患之下 张寒被迫投降 就这样 大秦的最后一根支柱 也轰然倒塌 大秦帝国也就此终结 胡亥在位期间昏庸之至 成功地将一条条婚令 陆续下达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秦始皇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自己打造的大秦帝国 在自己死后仅仅三年 就被终结 要说胡亥的本事还是有的 仅用三年 就毁掉了大秦五百六十年的基业 这般华丽的战绩 想来一般人也做不到吧